大肥安天下流浪氣球 令到中美對立 甚至看到拜登 拜登在國情之文上那裡 和習近平發老皮 證明自己夠強硬 既然夠強硬的時候 必然掀起新一波美國的制裁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拜登的所謂政策 其實跟杜魯多一樣 膝頭缺蓋 根本上都不是藍子漢 反來覆去 而更重要的就是遙風擺漏 那個既定的政策 在這裡你也都見到一個流浪氣球 共和黨壓到拜登頂不住 所以他在國情之文說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人想做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現在被美國針對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地步 意思是這樣說 但是你問一下 非洲的國家有多少人想做習近平 你告訴我 換就一定換 資源又有 中國人又聽話 但是 無論怎樣都好 美國一定要制旗 第一 不能夠真真正正對一些軍事行動去壓制中共的話 這樣就以零件來計 因為這個流浪氣球裡面 最主要而有效的零件 全部都是外國製造 就是外國勢力 那當然來到這裡 美國又將其中六個中國實體列入黑名單 這些實體與中國疑似監控氣球計劃有關 包括五間企業和一間研究所 而商業部說他們就是支持中國軍事現代化 是解放軍的航天項目 包括飛艇和氣球 這幾間公司 這六間公司 直接這樣告訴大家 現在開始限制他們 連一些最普通的技術都不能夠賣 包括北京 南港 空天 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第四十八研究所 東莞寧空遙錦科技有限公司 冥格斯曼航空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天海 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和山西 冥格斯曼航空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這個就是出氣袋 但是會再進一步削弱的 就是中國的航天科技 這一次制裁好像很小事 但是當它一用這些所謂的准許令 這樣 這個只不過是第一槍 接著就會蔓延去其他的公司 其他的領域 一路會蔓延出去 這些從來都是美國的手法 這個開始 晶片已經沒得想 人工智能斬起來 到今時今日 連一些基本的航天技術 你告訴我 一隻這樣的流浪氣球裡面有多高科技 但是連這些最基本的技術 都要制裁你 都要限制你 那你說中國自主研發 但是事實證明 這些飛艇 這些飛船 這些氣球裡面 竟然全部都是外國零件 就是說連這些最簡單的 中國都未能夠自主研發 但是當然你放心 我們一定會彎道超車的 但是不知道多少年後 就是說連最簡單的這些氣球技術 這些監控技術 中國都未能夠完全掌握 是依靠美國的才行 而美國也都赤裸裸用它的霸權 連這些這樣的小技術都制裁你 而證明到中國 連這些基本的技術都未能掌握 所謂的自主研發 在這件事上 你就看得到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